跌溜不休的猪价 终于迎崴了一波强势反弹 跌溜不休的猪价 终于迎崴了一波强势反弹 截至11月25日 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24.50元每公斤 且连续6周保持上涨趋势 累计涨幅达到36% 据中国养猪网数据 今年猪肉价格的最高点出现在1月初 达到36.94元每公斤 在着创资讯分析师牛者看来 今年受天气影响 北方的灌肠和南方的烟辣 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就开启 需求端实际上处于一个提前消费的状态 从供应端来看 上半年南方猪温导致部分生猪产能受损 加上前期生猪行情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部分养殖户开始降低生猪除蓝体重 灰上期货农产品分析师未就表示 除了天气因素影响外 持续走低的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需求 此外 多伦猪肉收除也提高了养殖端的底气 从近期披露的销售简报来看 多数猪企10月销量呈现环比上升趋势 牧原股份表示 目前公司商品猪完全成本 已经下降到14.7元每公斤左右 立即今年年底可达到14.5元每公斤以下 明年的目标是降到阶段13元每公斤 新希望则表示 12月力争自产子猪育肥做到18元每公斤 明年6月至7月做到16元每公斤 天邦股份也表示 最优秀的养殖场 断奶子猪成本在200元以下 公司未来目标是断奶子猪成本控制在300元以内 光大期货研究所生猪行业研究员孔海兰认为 当前能返母猪的存烂量 以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前还要高 这说明生猪市场已经供大于求 好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淘汰过剩产能 以上